好像跟她没有关系 可是绿莹就是有办法 把这些有的没的事 都跟她扯在一起 来我们来看看 首先呢 这个是许晓星的大姑 不是她爸爸的姐姐那种大姑 而是她这个先生的姐姐 就是我们就是 他们等于是姑嫂姑嫂 这样的一个关系 她先生的姐姐 她先生的姐姐跟她的 她先生的姐姐叫做刘向杰 那她先生姐姐的先生 叫做杜秉晨 这两个人呢 这个好像就是 因为诈骗的关系 据说诈骗非常多的钱 还洗钱 然后已经被收押警戒了 于是呢 这时候绿莹就开始 哇 狂吼猛攻 说许晓星 你这个一定跟他们两个有关系 因为就是你大姑 这是亲戚的关系 绝对是有关系的 而且还有这个黄杰 黄杰就是我们的白眼杰 也就说我许晓星还帮忙带电了什么 100万什么之类的 什么都有 那许晓星就说 不是啊 其实老实说 通常跟大姑都不会很熟 你知道吗 媳妇通常不会跟大姑很熟 就像我弟的太太跟我 也不会很熟 是一样的道理 对于诈骗 许晓星说我身误痛觉 我本身是这个间接的受害者 因为这件事情 会伤到她的形象 所以她其实是一个间接的受害者 我如果涉及诈骗马上辞职 如果我先生也跟他们一样涉及诈骗 我马上离婚 这话是说的很硬的 同时呢 这个她大姑刘向杰的夫妻 有一个好朋友 叫林于伦 这是她大姑的国小同学 同样也是利用他们这家公司 叫东陵公关 洗钱狂捞了2700万元 所以这个这三个人 其实现在变成说 这应该最主要的这个嫌犯 犯案的人应该是这三个人 可能跟草心跟她先生 大概是没有太多的关系 然后你看这个 她的大姑呢 的丈夫就是这个杜炳成 还传简讯哦 传简讯开枪 她说你叫我去开枪都可以 你身边有几个人敢替你开枪的 叫你去开枪干嘛 钱还来就好啊 真心的哦 可以可以 我说了可以哦 就是就既然还 有这种威胁简讯传出来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陆小姐 因为呢 巧新在选前 有办一个选前的活动 大家应该还记得 那这个选前活动 她跟她合作的公关公司里面 有叫做 伟泰创意的一个合伙人 是陆小姐 那大家就说这个陆小姐 跟这个东陵公关 他们说许小新用的 就是东陵公关 就是陆小姐 所以呢 其实跟她是有关系的 但陆小姐呢 她也发了一个声明稿 她说这些谣言都不是事实 我手上握有明确的证据 进行法律的程序当中 去年的11月7号8号 她对于刘小姐的先生杜炳成 就是这个大姑的先生 已经进行了两次报案 那11月8号呢 还是许巧新委员帮助她去顺利报案的 12月20号在律师的见证之下 转让股份把这个伟泰创意 转让给刘小姐单独经营了 因为她本来是合伙人 但她也许是发现有什么问题了 觉得这个杜炳成 大概很奇怪 或者是这个刘向杰 好像不单纯 所以她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股份 转让给她的大姑 就是律小姐的大姑 跟她已经没有关系了 所以这是陆小姐也发了一个声明稿 好 再来呢 这个就是说 很会蹭啊 黄杰 黄杰就出现了 对不对 黄杰就说 以你的逻辑诈骗世家 早该下台了吗 然后 拜托你好不好 黄杰你要蹭 你也要蹭着有一点这个 稍微做一点功课再来蹭啦 因为感觉蹭得很弱 你懂吗 而且律小姐其实说 蛮难过的 她竟然哭倒在这个 副总照的怀里 她说这个 我公婆 连我自己公婆的退休 已经都骗光了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她大姑 刘向杰是连爸爸妈妈的钱都骗 这真的 真的还好 不知道律小新 她先生有没有被骗钱 都不知道 然后你看 这个是律小新的先生 就是 刘燕里 她现在是在台中市政府上班 她就有讲了 她真的是 两个人 她姐姐跟姐夫被积压经验 她还知道 如果她本人有涉案的话 她会请辞台中市演考会的主委 然后 你可以看到 国民党的立委 当然大家就出来 这个安慰律小新 她就说 当权者就是想要拔掉 监督政府的眼中钉 所以小新要加油 不要被打倒 这个是 智强讲的 好 再来是 侯梦凯就说 可以把受害者跟加害者混淆来攻击 就是这个 她在讲她 她是绝对不能认同的 律小新 应该算是受害者 包括她的公布也都是受害者 你怎么会把她跟加害者混在一起呢 然后现在你看 哭倒 哭倒了 律小新竟然哭倒了 可见 这件事情对她真的是 算是真的有打到她很难过的地方了 那柯 柯知恩这个女柯P 她就说 绿莹对她的指控实在扯得太远了 你们这些侧意太离谱 太过分了 所以真的 薛晓晓也动了情绪 才会哭出来 不然以她的个性真的是 应该会 她今天其实自己有讲 她说不好意思 她哭 那天哭点突然变得很低 但是这件事情她会继续的 就是跟大家 就是她就继续跟绿营这个战斗下去 跟这些侧意战斗下去了 而刚刚提到她的丈夫 这个留言里 她在台中市政府的研考会担任主委 今天她也出面澄清 说自己绝对没有涉入这件案件 她姐姐啊 还有这个姐夫到底做什么事情 其实她说她不知道 她也强调 即便是自己的姐姐 但是现在已经被羁押了嘛 所以物往物纵 绝不互短 那对于这个徐晓晓哭喊着 说如果我涉案 我就要离婚的话呢 先生怎么说呢 先生就说 好啦 这个太太跟自己一样 都是不互短的人 一时情绪很激动啦 所以她绝对不会怪她的太太 徐晓晓 我绝对完全没有涉入 他们所涉及的这个案件 如果我有涉入 我会立刻请辞下台 那这是一个正在侦办中的案件 所以我也希望 我也呼吁检警调 能够因为社会大众的高度注目 能够尽快的查明真相 如果他们有犯罪 请不要轻放 勿网勿纵 我甚至认为要发得越重越好 为什么 因为直到这次的事件 我才知道诈骗集团 对于一个正常的家庭 的伤害有多么的大 但是我也必须要说 如果调查的结果 他们并没有犯罪 我也希望风波能够到此为止 还给大家一个平静的生活 谢谢 如果昨天这个立委真是痛哭这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感到心疼 那他说如果你涉案他要跟你离婚 会不会出现婚姻危机 我的太太他昨天会做出那样子的表态 在我看来 是为了表达他绝不护短 那我要跟大家说明 在这件事情上面 不只他绝不护短 我也绝对不会护短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 第一个我自己有没有做 我最清楚我本人绝对没有涉入 如果我有涉入 我会立刻请私下台 而且我会觉得 愧对我的同事跟长官 那他做出那样子的表态 我完全不会怪他 因为他是为了表达他的太多 好大家刚刚听到的就是徐晓鑫 他的先生也出面说明了 他跟晓鑫夫妻两个根本都不知道 也没有涉入 但是民进党立委 我刚刚讲黄杰嘛 黄杰你要去蹭 你要去呛 你也要有点料啊 感觉很弱 他就只有说徐晓鑫 说谎双标 然后说这个连连看连一连 就会连到他 结果徐晓鑫反击了 叫民进党不要寒沙摄影 从1连到101 这个扯得有点远咯 甚至还算说指控别人要有证据 然后他就再爆料了 他又有证据了 他说之前才被质疑 骚扰女歌手的新竹市议员陈建民 既然有一张照片 我刚刚看到 这愣了一下 我还问我的这个主编说 那是男的吗 哦对 我竟然是酒后跟男性都接吻了 这是喝到有多邦啊 所以邢老星也叫民进党说 我手上还有很多你们的黑料 请你们邢老星你准备哦 第一个他说谎 第二个他双标 他在选议员的时候 大姑甚至发文帮他 说我们家巧薪 结果巧薪还用个人的脸书去按赞 看起来是互动非常密切 而且在这其中都还有陆续的有餐序 大家也都找出 他们同桌吃饭的合照 如果有这些互动 还叫做关系很远 叫做没有互相往来吗 所以我觉得许巧薪第一时间说谎 就令人更加起人疑斗了 我希望许巧薪可以针对事情 把事情说清楚 到底跟大姑的关系到哪里 合作的程度到哪里 金流的关系到哪里 包括说他借贷了这一百万 到底金流是怎么留的 是不是可以间接的说 他这一百万被借钱拿去诈骗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他连连看的标准 我想这样的事情也是成立的 寒沙摄影也要有一个最基本的限度 就不要别人揭毙的事情学不来 学得跟一个二百五一样 那不要因为我一直拿出民进党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就觉得可以拿一件无关的事情成功的打击我 我手里还有很多啊 随便放一个给大家看就好 前几天说的陈建民吧 这个人就是最久之后会跟人家这样子亲来亲去的啊 我是不知道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这样子跟男性直接嘴对嘴接吻 是不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啊 我不知道我是男生 或许你们会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你们拍成这样显然是觉得不会 那陈建民他过去在新竹 就是他喝完酒之后就很容易会失态 这才是真正为什么他当天要说自己没有骚扰 但是又赶快道歉的原因 因为类似这样的照片呢 不剩美举我也还有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呢 我现在是在教王毅川和黄杰 就如果你们觉得想要对我做政治攻击 最起码要拿出一个像样的一个照片 再来讲所谓的连连看吧 什么东西都没连到连个头啊 你连连看画出来最后东西是不像 那这个有道理吗 就是不是说有数字123就可以从1连到4耶 1是要连到2 2连到3 3连到4字才叫连连看耶 你1直接连到110 这算什么连连看 这只是要一直线而已 拜托大家不要转台 因为我知道刚刚那段看了 可能很多人本来吃饭吃很开心 快要吐出来了 好这个黄杰现在就是批评许晓星了 还甚至你看晓星都已经哭倒了 他还说他是在演哭戏 那我们的这个 我最喜欢的时事评论员董哥啊 董志生就说 黄杰因为在前一阵子跟立法院的大院 大家记不记得有跟徐晓星有起一个冲突 加上徐晓星在新科立委当中 表现一直都很突出 这让黄杰心有不甘 毕竟这个他光靠翻白眼 根本就是不敌徐晓星 所以就趁这次的机会 出来这个趁热度啦 说他存在感啦 但结果 自己是差一点点也要翻车了 其实我们知道 黄杰他就是心有不甘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在立法院这些 就是所有的立委表现 大概习晓星大概是数一数二最亮眼的 那很多议题的反应都非常快 所以让黄杰其实很吃味 所以第一天 他跟习晓星在里面 有一些类似的推及 类似这样 那其实他也没有讨到便宜 那时候大家讲 其实习晓星比他个子还小 但是等于说胆子跟勇气十足 这个就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黄杰是趁机来 趁习晓星这个新闻而已 那你一般 如果把这个过程看一下都知道 和习晓星是完全没关系 而且习晓星跟他的婆婆 都是受害者 这是一个家庭的不幸 那黄杰把他拿来做收嘴 他就是要趁这个新闻热量 表示说你这个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和习晓星有什么关系 他是说坏了 那民进党现在有的就是 嘴巴来收嘴 碰到哪些事件就去撑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 然后我有讲话或怎么样 那这个其实是无际仪式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有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